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代人对宜居辽城的神网 以水而生 因水而胜 六千年前 黄河孕育疗城之源 给养世代百姓 寄予精神归矣 水稻之处 繁华渐渐 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两百多条河流纵横交错 大运河长卷扑旧 串联起南来北往 时光荣染 风采捐客 光月楼的百年风雨 海源队的文脉传奇 山闪会馆的商古旧梦 舍利塔下的人间欢喜 皆因黄河之水 运河文化 在此碰撞 绵延 放水而漆 集水而养 水源的充盈 启发了辽城人对宜居的畅想 青秋鱼谢欢 扶平伴遮面 东昌湖汲取着黄河与运河补给 与森林 湿地 筑起水网 陆网 临网 形成了城河湖一体的独特格局 人类 城市 自然 对彼此的依赖 恰如其分 千年康养 使大自然丰饶馈赠给出最好的答案 一方千载 百年恶骄 辽城人从自然中汲取所需 健脾 康体 修身 养性 自然也给了他们智慧和想象 自然与文化的多元交文 也催生了丰富的实传和习俗 临水而居 古今交响 这座江北水城顺着流水朝泳 打出了自己的城市节拍 飞夷工艺世代传承 讲述着匠心的故事 堵实厚重的民风 与开放包容的气质并运 在辽城经济高速发展中 保持着鲜活色彩 在未来 辽城将打通四横五纵交通运输网 奋力实现在鲁西大地加速崛起 黄河运河文化 生态旅游 人文飞移 辽城特色文化旅游新名片 已然闪耀 水之骄子 天之灵结 以水资源的风营 得大自然的赠予 世代辽城人物 讲述着千年文化传奇 在一居一夜一游的现代发展路线中 书写出天下不敢小辽城的气魄 与追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